请粉丝吃饭 曾老板最近阿茂做饼 老虎说要和粉丝活动 请粉丝吃饭 所以今天在中大会等一位同学 这位同学是一位甜品控 通常喜欢甜品的都是很kawaii的女孩 所以他就说他将会在那里复杂 哈喽啦我没说错啦 所以今天这家糖水店 你想让我们去的原因是什么 你们告诉我是哪一家吗 你跟我们推荐了很多家吗 我没有写啊 所以你是我们今天联络人吗 不是 认错人都正常的 她是美女 究竟一阵 我认识出来的会是什么人呢 所以我认识大家的态度 所以您是约了我们的吗 哦对啊 您是那位甜品控吗 是啊 刚才我认错人了 所以 哦这样 确认过眼神就是她了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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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滴色的一家店 不算很大 但芯姐说是她来到广州的第一天就吃了这道糖水 我这个人是属于有两个胃 然后有一个胃是专门来装甜品的样 然后吃完饭之后 一般都得至少来点甜的东西 然后这样才觉得比较满足吧 就是情怀那样的店 一般来说就是价格会特别低廉 就是让人觉得就是很实惠 就是街坊来随便吃都可以 一家的价格就是不是说那么的低 但是我觉得吃完之后就发现就是它高还是有道理的 所以芯姐这个就是你的薪水了吗 对 我本身其实不是说特别喜欢银饵 以前在老家的话吃的话就都是比较脆 我不是很喜欢那种口感 但是这块的就是银饵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就觉得 哇就是特别滑 就特别有那种胶质感 因为它炖的时间就是可以看到很长 银饵也不会说没有味道 它已经吸足了那个甜味 木瓜也是它选的也是很讲究 就是木瓜 没有说就是一般木瓜那种就是有一点点那个臭味吧 就是非常非常适合女生吃的 很漂亮 然后呢吃起来也是就是口感非常就温柔的感觉 CDR рол manten 这帷牵扣歌的中药味很 Starbucks 这个龟槽会触红泵在中邦里面 吃的很多龟灵糕是没有菌红边的效果 中药给的不够 吃的多了 如果老闆可以多加点心思 把绿豆煮溶一点 再去买一只 你现在学什么专业 人类学 人类学有没有研究吃的 有啊 就是人类学有的分支就是饮食人类学 我还是不要很深入的解释 要不然人类学这么一个伟大学科被我一说 然后就 我先去吃 吃的 我先去吃 我先去吃 广东糖水是有打动人的地方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地狱的才是全国的 如果你是一个客户,想我们试试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感谢我们的MFL服装赞助 看完视频的说话,点一下广告 最后请记得调大餐,全世界的人